一斯大紫阳FMVP皮肤一次确定 观众恭喜老板和友军的希望破碎 2022王者挑配已经结束 一斯大4比3击败微博拿下冠军 这次这是一斯大队史的第七款 而最让人没想到的是 一斯大游州紫阳就获得了 K票历史上第一个游州为FMVP的荣誉 登上热手榜第一 要知道这份荣誉的价值非常之高 而这次的挑配不仅夺冠的战队 每个队员都有一个自己的签名皮肤 而且FMVP全手还获得一个FMVP的专属皮肤 所以紫阳这次赚大了 可有意思的是 当紫阳拿下这份荣誉之后 作为老板的何佑军激动的发文 除了感叹这么荣耀的艰难和战踏外 竟在最后的一句话中说出了自己的希望 他说冠军皮肤能否考虑下鲁班大师 并且爱他的紫阳和俱乐部 都知道何佑军是专门玩辅助的玩家 在战刺尖锋的节目中 他被一首钟葵勾到对面斩战心情 是真的准 虽然FMVP的皮肤不可能给到中悔 但可以给到他另一个绝合英雄鲁班大师 可最近在紫阳的发文中 一次已经确定了FMVP的皮肤 给到哪位英雄 紫阳在照片中手拿篮球 两边又被披上了两个篮球 一眼看上去就知道 这不就是东皇太医吗 而且益斯大宽博也恭喜点了赞 最终看来老板何佑军的希望已经破碎了 最后截止发视频一小时前 益斯大紫阳已公布 202小杯FMVP皮肤 确定给到东皇太医